身穿蓝色西装凝重表情 涉嫌土地开发time one的郑文灿 日前现身桃园地方法院 还没有为自己的收贿案 自证清白而今又卷入 桃色遗云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春 14号下午在脸书发文表示 村长爆料品质保证 郑文灿在收押前几天 跟民进党议员还有企业界金主参序 酒后更是对新科女议员毛手毛脚 郑文灿要离开 他要离开所以当时是所有人都站起来 郑文灿就抱着一位女议员的手 就直接从这位女议员的腰间往下 全台湾各地 民进党这一届新上任的议员人数 如此的之多 不知道他的爆料 他的剧本是不是来自他的幻想 正在财化法修法 民进党桃园议会党团 在15号一早召开记者会 桃园拿到的中央税款排名倒数 吶喊要为桃园市民争取权益 而面对党内议员可能遇到职场性骚扰 议员们泡口对外 口径一致 他长期以来在自己的粉砖 并不是在跟市民来分享他争取的建设 永远都是在编剧本胡乱的爆料 想要意图造成民进党的分裂 那其实他在开头也讲到 这个村长爆料其实就是来源不清 散弹扫射只求声量 张江春也发文反击 民进党第一时间不是召开 姓平会调查 反而压着受害者一起召开 记者会澄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关于任文燦涉嫌收贿案 14号台速高陈喉水文 对于行贿部分当庭认罪 希望法官重庆量新 宋文燦则会在12月被传唤出庭 真想能否水落石出朝野各界密切关注 欢迎订阅明天 谢敏珍与子婷 桃源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